从餐厅里面的大玻璃窗 看着窗外片片雪花飘落 对于用餐的客人来说 难掩心中的喜悦和悸动 而从户外雪景区 望着餐厅里面用餐的客人 也让人想要进入温馨的餐厅里面 一窥究竟 连来这里用餐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也被这美丽的雪景给征服 其实这不是真的雪花 而是餐厅老板和主厨的创意 不定时利用泡沫机制造的人工雪景 美感就比较好 那他不只学了厨房的烹饪 烹焙 他还学插花 这样对摆盘上的设计 那天生美感从小美感就比较好 所以他这些布置都是他自己 当然还有他这些年来的 我们这些年来的经验 然后再加上 常常我们会去日本取经 会出国去取经 包括食物的 包括人家的装潢 包括菜单的设计的风格 我们会常常去看 然后回来再用自己的想法 那当然也要趋就于 现有的材料的取得 因为毕竟不同的国度 材料取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 这一间我们大概花 我们从去年的二三月 开始做整修窗簧 一直到九一号才开幕 我们花了大概七个月的时间 做整理 才整理出这样的样子 刚开始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基隆的多余潮湿 房屋框其实本身不是很好 那我们光在做修缮的部分 大概前四个月在做修缮 后三个月在做装潢 这些美感巧思布置 也展现在餐厅吧台 以及外场座位区 更打造星空厕所 让客人惊艳 曾经担任过科技业的经理 因缘际会又投入在台北百货公司 经营餐饮业 又因为遇到三年的新冠疫情 不忍员工失业 惨陪艰难的硬挺过来 最后只能离开 曾经辉煌又伤心的台北 机缘落脚在基隆 俗称小北头的一六路上 租下老屋在活化 开设这间日式洋食餐厅 主打蛋包饭 意大利面 以及焗烤类主食 一年来除了用心营造餐厅气氛 也提供好吃平价的餐点 让客人流连忘返 乐意在当回头客 疫情期间 这段期间 其实我们也认识 我们很多的同业朋友 其实都已经蛮多人倒了 那我们感触很深 可是在这段疫情期间 我们受到很多朋友的帮忙 包括好比说我们在 好比说不能内用 那我们怎么办 那员工还是要工作 我们也没有放员工无薪假 那怎么办 让员工有个出路 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做 好比说我们几个例好比 我做那时候开始推料理包 然后一开始忽然做的 我们又没有全面的规划 因为是忽然性的来的 那时候告诉朋友 我们开始做料理包 那朋友就帮我们传朋友 那朋友在介绍朋友 甚至有了不认识的朋友的朋友 那每天帮我们推销 那时候刚好那段时间 遇到超商冷冻宅配不送 那我就每天自己开着车到处送 那有人会说你这样好辛苦 我说不会一点都不辛苦 因为至少我还有东西可以送 员工有事情可以做 那我们一直抱着很感恩的心 就说至少我们现在 还有一家店可以开 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可以做 我觉得都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而来过一次就还想再来推荐 这家餐厅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杨秀玉就非常肯定老板活化老屋 再利用开设主题餐厅的用心和创意 老板非常亲切 而且这个是一间老旧的一个名宅 活化 就是这位老板他是住在台北 针对这个老旧名宅 他把它活化 变得非常一个 应该是说非常有一个主题 那包括他餐点是这个意大利面 还有这个焗烤 还有这个蛋包饭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但好吃 主要是他非常有特色 而且非常的评价 那我一向以来就是 我觉得基隆有很多的美好 我都希望把它就是行销出去 让我们外县市 包括我们在地的乡亲 能够了解说基隆的美好 那我也是借由今天这个 就是1632这家主题咖啡厅 也告诉我们基隆的乡亲 其实我们基隆算是一个老旧城市 有很多的老旧名宅 那老旧名宅怎么样让它活化 变成我们基隆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 我觉得基隆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 餐厅里面还有一个彩蛋 就是有一台小型扭蛋机 这是为了鼓励客人 带着小朋友来这里用餐时 可以把饭菜吃光光 就可以扭蛋一次作为奖励 这也是老板小小的心愿 而在老板用心经营下 口耳相传而来的客人 也越来越多 老板欢迎大家要来餐厅前 先预约以免扑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até season of all by bwd6 obb by bwd6